又到食大集蟹的季节 今年羊澄湖大集蟹丰收 也加入了新的防御标志 不过有内地媒体就发现 市面上可以随意买到这些蟹购 一元人民币就有交易 带了立即可以升价几倍 一起看看 有内地传媒走访羊澄湖附近 多个大集蟹交易市场 发现很多都标榜是羊澄湖大集蟹 不过之后店主承认 卖的其实是外地蟹 也有相互说 行内很多人都将外来大集蟹 放在羊澄湖浸一晚过水 再带上戒指就可以鱼目混珠 所谓的戒指 其实是苏州羊澄湖大集蟹行业协会 今年推出的新防艺蟹购 不过多间非羊澄湖区的商户 都声称有得出售 一元人民币就有交易 报导说原本一只来自旁 隔离苏州兴华市的大集蟹 在当地卖大约20元 运到羊澄湖和家上海购之后 就升价超过三倍 行业协会说 正规的羊澄湖大集蟹海购 数以为马之后会出市观望 其余的都是无牌货 无线电视机长曹家宁报导 请不吝点赞